欲佛的场地选择在大楼的主要通道 但狭长又阴暗 如何传达前程的祝福 志工扳开了铁网扫除污垢 贴上好画 带来鲜花 供奉琉璃佛 清静道场就在眼前 香港第五波疫情 人心惶恐 稳定的力量这里很需要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大家可以过正常生活 小朋友可以正常回学校 一花钱 可能自己的心态有点烦恼 然后对着佛就比平和心 平静 你们慢慢去支持他 送上鸭子玩偶鼓励大家响应竹筒岁月 翻转手心也改变了心境 五星期饭店更是提供了500份的速食便当 邀约大家一起来卢宿30天 令自己身体健康点 心里有家常 总之整个人就感觉舒服 云瀚大楼及其附近的居民 大多为汤房住户 人口稠密 人意压力大 职工是爱家爱户送饭盒 美好的滋味要启发心中的悲心 这也是消弭疫情最好的两方妙妖 大爱新闻真正美志工罗淑仪李建平香港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